廖正廷 雙方都是來自高雄 另外也是雙方的打法特點 也是比較類似 比較相像的 廖正廷 昨天我們在跟他公共電視為他 先做賽前的訪問的時候 他先告訴我們現在目前他的 狀況是 算是比賽情況 是正當地的這個 卓球俱樂部最近這一年 在得獎 他覺得得獎的強度比瑞典高 他說這是 僅次於中國的這個強度 台灣體育大學四年級 籌系大四 目前呢 王維的狀態是在上升起 相當厲害的 重點選手 當時在比賽跟他下的一個指令 就跟他拼了吧 這事情就蠻好的 看起來大家都到國外去收 去學習一些 會去中國參加他們的中國聯賽啊 或者是到歐洲參加歐洲的巨二部聯賽 上台的時候 可能發球的嚴密度會比較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發出台可以主動搶攻機會也 在第一局 十一比四 好在第一局 彭王維 十一比四拿下 褲的三位選手 世界排名第十四的莊智淵 也是其實今天就是場邊 我們看得到 王維的場邊教練 莊智淵 他目前世界排名第十四 還有世界排名第三十四的全建安 還有我們的年輕小戰 然後就直接不用選吧 然後竟然過了一個月喔 直接掉出 第二局開始了 彭王維1比0 彭王維發球 維拉 哪裡 毛巾暫停回來之後 廖正廷的發球3比3 再翻 哇 中下旋 哇 哇 哇最主要是他已經過了 彭王維他的重心 打住 對啦 哇 哇 白短 效果不奏效 但是在關鍵9比9這兩分 靠著他堅定的接發球的意識 然後還可以順利拿向這場比賽 也算是 化解他在這一局的危機喔 對 不然比分 大比分來到1比1的話 是真的 比較膠著一點喔 現在2比0領先的情況下 可以有更多的激戰術的發揮 甚至在出手的心態 世界桌球個人賽 世界桌球個人賽 另外呢 在9月14到22號 巴黎島 亞洲桌球儆標賽 等於是3場比賽 不過剛剛中藝說好像還有一個 年齡的 然後從今年開始 他要限制25歲以下的 第0的動作 喔 所以他們大學生 最好好打 是很有希望的 好球喔 正手 又是正手 分析比賽的時候 被他們聽到 哈哈哈哈 所以其實在國外的比賽 大家也會特別 球 全部轉 因為可能都是 是下一場 的對手啊 是 所以他們會注意一下 稍微看一下 哇 哇 拉到中路位置 覺得他好像很好欺負 對 他其實打球是相當嫖悍的 對 打球的質量啊 各方面真的非常的兇狠 他說他打球是兇狠的 對 怎麼轉 對 過度一板 就對到了 看起來確實是比較震撼 是 對 有時候轉過啊 哇 幸運球 4比7 好球 哇 哇 這球只要 這一局 去取得 這一局的勝利 這個局勢發生 對 會隨著比分去影響 哇 這個Lucky Ball 哇 現在來到第五局 廖正雷發球 打住 對啦 哇 來轉 哇 2比0 來 插網重發 哇 哇 其實有時候你的幸運球 各方面比較多的時候 也不用感到不好意思喔 嗯 就大膽的發揮 動手 勾手 打住 哇好球 哎呦 哇 哇 哇 那麼糟 有意識的會去瞄 要是你的中路去做 哇 就只能靠自己在場上的應變能力了 哇 哇 11比5 比賽結果 好 這場比賽呢 彭王威11比5拿下第五局在局數上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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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